黑色灵车缓缓驶出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 还可以看见项目灵鹫上还覆盖着苏格兰皇家旗 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生前最爱的甜湾豆花 女王灵鹫车队11号正式启程前往首辅爱丁堡 历经6小时280公里的路程 车队在下午4点终于抵达目的地 爱丁堡行宫和离路德宫前 不只苏格兰首席大臣施特金率领政要一致排开引领 从亚伯丁丹迪再到爱丁堡 沿途都有上万民众夹道相送 女王灵鹫抵达荷里路德宫后 由安妮公主等人迎领 进行交接仪式后 接下来要前往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追悼仪式 接着在13号晚间 由皇家空军从爱丁堡运底 位于大伦敦地区西北方的诺霍特空军基地 随后经过陆路移领到伦敦百进汉宫 至于在白金汉宫 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出席大英国协接待会 行程满党的她预计12号复国会 接受上下议院制调宴词 接着就要赶往苏格兰陪伴母亲身旁首页 13号搭机前往北爱尔兰 接受北爱议会调宴 最后在14号返回伦敦出席一令一事 连日来白金汉宫每天涌入不少民众 放上鲜花悼念女王 甘致了解从14号开始 灵鹫将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 宫民众瞻仰四天 女王国葬预计19号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接受英方邀请 将协同夫人吉儿出席国葬 送这位化石代君主最后一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